经常放屁是肠癌找上门了吗 医生告诉你 总是频繁放屁 会让很多人误以为是得了肠癌 那么放屁多和肠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放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放屁次数多的原因有很多 徐医生今天来和大家讲一讲 第一,肠道菌群失调 那么机体的细菌在增生过程之中产生了太多 有益菌被打压 这样就会扰乱有益菌的生存环境和数量 于是消化就会出现一些异常 产生气体从而排出体外 第二就是长期的便利 胃肠蠕动差 大便堆积 频繁排气 但是没有排便 第三是消化不良 也就是常说的时机 这食物在胃肠道内不能够及时的消化 于是就变成了腐败发酵 产生了气体 一般我们吃饭喝水的时候会不自主的带入气体 多余的气排出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打嗝 另外一种就是以放屁的形式 这是普通的生理现象 目前还没有研究说排气增多就是肠癌的高因素 如果排气增多 同时出现了像肤痛 便血 大便不通畅 甚至还有体重下降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警惕肠癌的风险 如果是资格的 就会帮助自己的肠炎 在实质上 也就是在硬帐的刚才